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用W5100S模块连接树莓派RP2040来实现,通过ARP请求获取Mac地址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目录,主要分为协议简介,WizNet以太网芯片的介绍,ARP网络设置视力概述以及使用。 进入第一章的学习,了解一下ARP。 什么是ARP?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是地址解析协议,是根据IP地址获取物理地址的一个TCP IP协议。 它用于将网络中的IP地址解析为具体的硬件地址,Mac地址。 在计算机网络中,当一台主机需要发送数据包给另一台主机时,它需要知道目标主机的Mac地址。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机只知道目标主机的IP地址,因此需要使用ARP协议来将IP地址转换为Mac地址。 ARP的优点主要包括,一,可以将IP地址解析为以太网Mac地址,从而方便网络设备之间的通信。 二,ARP表象学习和ARP报文处理的限制、检查等措施能够保证网络设备的安全性。 三,简单,易用。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ARP协议的工作原理。 ARP的工作原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每台主机都会在自己的ARP缓冲区中建立一个ARP列表、地址转换表,以存储IP地址与Mac地址的对应关系。 二,当原主机需要发送数据到目的主机时,首先会检查自己的ARP列表,看是否已存在目的主机的IP地址对应的Mac地址。 如果存在,就直接将数据包发送到该Mac地址。 如果不存在,就会向本地网段发起一个ARP请求的广播包,查询目的主机对应的Mac地址。 三,ARP请求数据包中会包含原主机的IP地址、硬件地址,以及目的主机的IP地址。 网络中的所有主机收到这个ARP请求后,会检查数据包中的目的IP地址是否与自己的IP地址一致。 四,如果原主机一直没有收到ARP响应数据包,表示ARP查询失败。 如果原主机收到ARP响应数据包,就会将获得的目的主机的IP地址和Mac地址添加到自己的ARP列表中,并利用此信息开始数据的传输。 ARP的应用场景 网络通信 路由选择 交换机学习Mac地址 第二章,我们来了解一下WizNet常用的以太网芯片。 W5100S、W5500、W6100是主流的三款以太网芯片。 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点。 一,W5100S、W6100支持8-bit数据总线接口。 网络传输速度会优于W5500。 二,W6100支持IPv6与W5100S硬件兼容。 若已使用W5100S的用户需要支持IPv6,可以Pin-to-Pin兼容。 3W5500拥有比W5100S更多的Socket数量,以及发送与接收缓存。 第三章,我们开进入ARP网络设置视力概述以及使用。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流程图,熟悉一下程序的步骤。 开始之后,首先是串口和SPI相关引脚的初始化。 然后是网络地址信息配置。 先用DHCP的方式获取动态网络地址信息。 如果获取失败,则使用预设的静态IP地址进行配置。 然后是发起ARP请求,获取成功则打印Mac地址。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的软件有 Visual Studio Code和Wisnet UR2。 硬件有W5100SIO模块加RP2040数枚派Pico开发板,或者Wisnet W5100SEVBPico开发板和Micro USB接口的数据线,TTL转USB,网线。 串口和SPI的连接方式如下。 接下来,我们对代码部分进行讲解。 我们使用的是Wisnet官方的IoLibrary Driver库。 该库支持的协议丰富,操作简单,芯片在硬件上集成了TCP IP协议站。 该库又封装好了TCP IP层之上的协议。 我们只需简单调用相应函数即可完成协议的应用。 首先,我们打开ARP run.c文件,并加入所需的.h文件。 第二步,定义DHCP配置和ARP需要的红。 第三步,然后对网络信息的配置。 开启DHCP模式还有定义所要请求获取Mac地址的目标IP。 第四步,下来我们看到编写定时器回调处理函数,用于DHCP1秒D搭定时器处理函数。 第五步,主函数先是定义了一个定时器结构体参数,用来触发定时器回调函数。 对串口和SPI进行初始化。 然后写入W5100S的网络配置参数。 初始化DHCP后开始DHCP获取IP。 获取到就打印获取到的IP。 获取次数超过最大获取次数时,就使用静态IP。 然后主循环发起ARP请求,所需参数是Socket的号,缓存Buff,以及目标IP。 获取到就打印目标IP的Mac地址。 然后我们开始对程序进行烧录测试。 我们先是找到Build文件所在的地方。 找到历程中点UFR文件的文件所在地。 按住Boot键进行复位,弹出虚拟U盘,将点UFR文件拖到虚拟U盘,完成烧录。 然后我们打开WizNet UR2串口调试助手。 选择对应的串口和串口参数。 并点击Open按钮打开。 按下复位键,可以看到通过DHCP获取到IP之后。 开始,ARP请求192.168.1.2获取Mac地址。 获取到Mac地址之后,表示成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要了解更多请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联系我。